观众朋友大家好 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讲今儿讲 这一讲我们讲 《孝经》的纪一章 《开中明义章》和《今儿章》千子章 我们先看《开中明义章》 纵尼居 曾子氏 子曰 先王佑 只得要道 以顺千下 民用和睦 上下无愿 如知之乎 就说孔子在家里面闲居 这个居也可以说就在家里面 然后他的学生曾子陪着他 他们就开始讨论问题 这个孔子就说 你知道关于校道的一些道理吗 我现在给你讲一讲 那么他就讲 他说这个古代的先王 先王就是儒家心舞当中 古代理想的圣王 比如说姚舜与汤 文武周公 孔子经常讲这个先王 或者儒家经讲当中讲的先王 就是指的古代的这些圣王 孔子说 先王又智德要道 那么智德就是最高的德行 要道就是最重要的道德 这个孔子就问 问曾子 说说你知道吗 这个曾子说 当然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进一步 给这个曾子解释 他说这个智德要道 先王以智德要道 来治理千下 因此就能把千下的治理得很好 老百姓都很和睦 上下无愿 这是他一开始就这么说 那么下面他就进一步讲了 他等他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曾子就觉得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所以他就站起来 因为我们知道先秦人呢 就是习记而坐 没有我们现在的凳子以子 大家就在习子上坐着 这个原文说呢 曾子辟习 曰 身不敏 何以知之 子曰 夫 孝 得知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所以曾子呢 就离开他做的那个习 然后呢 向孔子行了一个礼 就说呢 我呀 这个 我曾身呢 这个头脑不够聪明 思维不够敏捷 我还呢 不明白 您可能要给我讲的这一套道理 那么我现在洗耳恭清 请您呢 给我讲一讲 然后孔子就说了 这个孝呀 是这个道德当中呢 最根本的 所以叫德之本 因为儒家讲这个道德呢 有很多的德目 但是这些德目呢 它的在这个道德的体系当中 它的机位是不一样的 那么其中 这个孝呢 是道德的根本 那么由孝呢 进行社会教化 所以他又说 使道德的根本 使社会教化的本源 就是社会教化呢 从孝道做起呢 就是最初的源头 当然社会教化呢 儒家对社会教化呢 内容很多 有不同的头径 但是其中孝道 是最基本的 最符合儒家的 基本思想的一种头径 那么这样呢 曾子他就回过来呢 又坐了下来 然后孔子就对曾子 讲起关于孝道的 一整套的道理 他先说 我给你讲 这个身体法父呢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他先讲了这套道理 就是人的身体呢 是父母所给予的 所以我们作为的儿女呢 不敢轻易地 毁伤自己身体上的 任何一个部分 所以这是行孝的开始 行孝的开端 这一件呢 我们看呢 在这个《论语》当中 《论语》当中的 《泰博》篇里面也记载 所以这曾子有疾 这个疾呢 就是曾子可能定得比较重 他就把他的门人 这可能是孔子去世以后了 曾子也有他的记子 他就把他的记子 都招呼过来 然后呢说 你们看一看 我的这个脚怎么样 我的手怎么样 是不是还完整 他对记子这么说 这个记子们一开始 有点奇怪 说老师让我们看 你手脚完整不完整 什么意思 然后曾子他就讲 他说啊 这个人一生呢 真不容易 你现在看我呢 都快不行了 但是我 当我发现 我快不行的时候 我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 还非常完整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现在可以非常安心的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所以他就引了 还有引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他就还引了《诗经》当中的一段话 所以说战战兢兢入林深渊 入履薄冰 那就说人生啊 你要呢 在临终的一切呢 使你的身体呢 保持一个完整 进入对父母的这个孝道的这个开始 把你身体保存好 其实也不容易 人一生呢 可能要遇到很多的考验 遇到很多的危险 危机 你随时可能都会遭遇一些意外 所以呢 做什么事情呢 一定要小心谨慎 就像随时呢 处在悬崖边上一样 就像呢 随时踩在这个很薄的冰上一样 随时可能会 这个冰会破下 所以呢 也就实际上就是他对学生讲呢 人一生呢 要谨言慎行 小心翼翼 所以这样呢 才能把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保存好 这就是对父母孝的最初的一个开始 当然儒家讲呢 或者说 具体说呢 就是孝道派 重视自己的身体 他并不是说呢 是一个自私的活命哲学 其实儒家 从这个孝道派回到儒家呢 是非常珍视人的生命的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孔子在论语当中也说 当人的生命和这个人道 就是追求的最高的这个儒家的理想 人如果发生矛盾的时候 孔子也讲了 可以杀生成人 那么后来孟子也讲 当我们个人的生命和这个道义 如果呢 不可兼得的时候 人呢 还要敢于舍生而取义 那么我们下面再继续看 所以这进一步讲呢 孝之忠 因为前面讲了孝之始 把我们的身体保护好 那么孝之忠呢 所以的人呢 一生要努力的奋斗 修身 立身行道 就是你在社会上要立足 要树立起自身的这个形象 树立起自身的人格 然后呢 你的一生的人生的道路 要走在正道上 那么这样呢 你一生可能就会 做出一番事业来 就能够扬名欲护士 比如说你做一番事业 其实对你的这个户代子孙 就是一个开模 一个榜样 同时对你的父母呢 也是一种显耀 就是使你的父母呢 荣耀显赫 所以这是孝之忠 他先讲了孝之始 保护我们的身体 孝之忠呢 就是我们呢 把自身修养好 做出一番事业 这个光欲前欲欲护 这是我们古代经常这样讲 他在最后再整体的 把这两个方面概括起来 说这孝呢 是始欲始欲始亲 就是由侍奉亲人开始 然后呢 忠欲始君 这个忠是忠间的忠 就是在忠间的话呢 最重要的是人生做事呢 那么古代当然呢 主要是这个侍奉君主 就是我们要参与这个国家的政治 然后呢 侍奉君主 这是忠 这人的整个的一生 那么晚年呢 当你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呢 就看你的这个整个的生命 你的这个人格能不能竖立起来 所以他说忠欲立身 忠欲立身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 从一开始侍奉父母 到我们中间呢 效忠君王 到最后呢 你生命人生呢 完成的时候呢 整个的呢 建功立业 树立起你的道德人格 我们这样的一生呢 就圆满的走完了 所以这个孝道实际上 贯穿于人的整个的一生 那么最后他又引 世经大雅所说的 无念而走 律修其德 这就是说 怎么能不想念你的先祖呢 要继承发扬光大 你先走的美德 这是对世经这段话 他引这个世经也就是进一步来论证 他讲的这个关键 那么这一件呢 我们看呢 对我们传统文化呢 影响很大 因为我们古人呢 因为讲孝道 所以这个孝道 从一开始就要从娃娃抓起 从小孩的时候 就要让他懂得孝道 孝敬父母 然后他长大了以后呢 他走到社会上 他进入官场 就能够中军 能够好好的干起一番事业 那么这样呢 他的整个的一生呢 就能够走上正道 到最后呢 树立一个高尚的 健康的一个 完成他的一个人格 然后呢 使得他呢 做君子 做圣贤 这是我们古代的人格的理想 就是现在最基本是做君子 然后最高的理想是做圣贤 就是我们所说的 西贤西圣 那么我们这样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一生呢 可以说是真正完成了 一个我们的人生的任务 过去也经常说呢 完成的人生的任务怎么办呢 过去也有一个成语叫 一锦还乡 所以这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在外面做起一番事业 然后呢 在成功以后呢 要回到故乡 回到故乡以后呢 这当然对我们的 这个父母 对我们的祖先来讲呢 是非常荣绕的 就是我刚才说 这是光玉钱 那么玉玉玉呢 就是说你这一生呢 走正道做了一番事业 你对你的户代 就是一个言传身教 后代呢 也以你为骄傲 这样呢 他们就能够向你学习 以你为开模 也走上人生的正头 干其一番事业 所以这个孝道呢 它实际上就是这样 那么这一章我们看呢 孔子讲的关于 从我们整个的内容来看呢 就是孝经 它是怎么的一个缘起 所以这一章呢 我们看呢 在整个孝经当中呢 它具有刚领性的作用 那就是说 整个孝经的基本的思想 中心的主旨 在这一章当中呢 都得到了很好的起现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学完这一章 开中明一章 其实基本上已经把 孝经的宗旨 它的关于孝道的重要性 还有它对我们一生的 人生的重要性呢 都明白了 所以呢 即使不读 下面的其他的十七章 其实我们关于孝道的 基本的道理 都应该说把握了 那么下面呢 我就还想给大家呢 讲一个故事 因为呢 这一章呢 提到了这个 始于是亲 忠于是君 这个是君 实际上就是 后来所说的忠 忠孝的忠 所以忠孝往往不分 那么这个故事 我想讲一下谁呢 就是包拯 包拯他家也可能都知道 是非常有名 就是青天大老爷 包公 这对民间呢 这个传说很多 当然民间传说呢 说他呢 父母双亡 然后呢 后来呢 使他的嫂子 把他抚养成大等等 这些传说 其实呢 与这个历史的事实 并不符合 那么包拯呢 年轻的时候呢 父母呢 对他呢 非常的宠爱 但是呢 这个宠爱呢 也并不意味着 就拟爱 父母非常非常爱他 但是对他呢 教育呢 是很严格的 对他教育很严格 那么这个包拯一呢 对他教育很严格 那么包拯自身呢 从小呢 也很懂事 有很有上进心 他性格呢 耿直敦户 知书达理 他呢 这个从小也是以校为名 我们可以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他到28岁的时候 他已经都中了进士 那么当他中进士的时候呢 父母年龄已经有点大的 身体呢 也不怎么好 中了进士呢 那当然呢 中央呢 就要给他这个官员 给他这个官位 他到底去不去做这个官 一开始呢 给把他封在这个 这个江西 就是这个建昌县的支县 这个建昌县就是现在的江西 与他的出生的这个地方 这个楼州呢 离得有点远 所以呢 他本来想去上任 想带着父母 但是父母说着 我离开咱们家乡以后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不太习惯 不愿意去 那么不愿意去怎么办呢 包装当然想了 说着我为这个国家呢 这个做事情的话呢 以后还是有的机会 可是父母呢 对父母的校呢 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 他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少 所以我不能抛开父母 去到外籍去做官 所以他就给皇继呢 上书 说着因为我要在家里 孝敬父母 我不能去这个任职 当然呢 他当时也想呢 说着你这个地方 有点太远 能不能让朝清呢 给他一个比较近的地方 当然在封建社会呢 不可能让他 在自己的家乡来做官 他就说能不能在他的这个 楼州的一个林县 叫这个河州 楼州的林县 林县呢 叫河州这个地方 给他呢 一个职务 当时呢 朝清呢 也给他这个楼 这个在这个河州呢 也给他了一个职务 但是呢 他回来跟父母商量的时候呢 父母还是不愿意跟他去 所以呢 包装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思前想后 他觉得这个校道 还是比这个做官重要 所以他就打消了 这个这个 做官的这个念头 那么这样呢 这个黄继呢 对他这一点呢 也感到很感动 那么这个消息呢 传到其他的 士大夫的 这个耳朵里面呢 大家呢 对他都很敬佩 所以后来呢 这个黄继也就 这个同意他 让他呢 在家乡呢 侍奉父母 克尽孝道 不用出来做官 所以这样呢 这个包装呢 就在老家 一直呢 侍奉父母 一下子就过去了十年 过去十年 当然呢 后来父母呢 相继去世 相继去世以后呢 他把父母葬埋了以后呢 还在父母的坟旁呢 守孝三年 这就是古代呢 最基本的 所谓的三年之校 那么守孝三年以后呢 他还有点 不愿意 这个离开 这个家乡 当时这个时候呢 有的朋友 有的这个邻人 也就劝他 说你现在呢 已经把父母都 伺候的过世了 你呢 守孝三年 你也进到了校道 应该呢 出去为国家 做一点事了 所以这样呢 到了他三十八岁的时候 他呢 朝勤呢 又招他入朝 然后呢 给他这个 这个这个官位 所以他才 这个时候 他才真正的 踏上了势头 虽然他做官比较晚 但是他呢 苛进职守 所以他这个官位呢 不断的上升 从这个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 他从这个 最基本的县长 做到这个 季区的书记 做到省长 一直 做到中央的 走之部的部长 做到中央的 这个监察部的部长 到最高呢 担任京城的 这个卫戍区的司令 和这个市长 他做了这么多的官 升职也这么快 但是呢 他自己一直 保持呢 非常的清廉 而且他主要的特征是 刚职不恶 知法如山 所以他在 无论什么地方呢 这个任职呢 都以公正联名 诸称 所以呢 这承得上 像司马迁讲的 他的人格 可以说是 高山养治 这个足以为 世人的风范 所以他去世以后呢 老百姓呢 把他都称为 包青千 然后呢 朝秦呢 把他追封为 孝苏公 有一个孝敬的 孝严肃的孝 孝苏公 就是因为他呢 能够呢 为父母进孝 同时为朝秦 能够进中 这就是关于 包整的故事 何为智孝 一史一中 方为智孝 孝经的第一章 就开宗名义 点名了 孝之始终 毅然辞官 十年孝亲 北宋名臣包整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包青天 正是古代智孝的典范 那么 孝经 对于高高在上的 天子之孝 又有着怎样的诠释 一代明君 周文王 又为天子之孝 树立了什么样的 行为示范 品国学经典 李诸德之本 韩兴教授 带您一起解读 孝经 这一章呢 子曰 爱亲者不敢物与人 敬亲者不敢慢与人 爱敬 敬于世亲 而德教家与百姓 行与四海 改千子之孝也 辅行云 一人有庆 赵民 赖之 就是说这一章讲的是 这个千子之孝 千子呢 就是最高的 我们说 就是孝道当中最高的领导 就像我们现在说 国家最高的领导 他也应该讲孝道 那么千子讲孝道呢 他能要博爱 要广敬 这样呢 为整个普千下的人 他的下面的大臣 他的这个师大夫 包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 都要树立一个榜样 因为呢 孔子也讲 说这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之风 必也 也就是说 我们的在上 如果你有很好的道德的话呢 那你对在下的人呢 就像这个风和草的关系一样 就有道德的人呢 像这个风一样 然后老百姓呢 就像草一样 他随着风吹来哪 他就往哪个方向去倒 你吹的是这个道德优良之风 那么他就往好的方向倒 你如果吹的是腐败之风 他就往坏的方向倒 所以这个在上者 对在下者的这种影响很重要 所以这个千子之孝 他就对普千之下 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一种 楷模的作用 那么古代千子这个行校的末范人物呢 我们可以以这个周文王为例子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根据这个史书的记载呢 这个周文王呢 还没有成做王的时候 他就对父母特别的孝敬 这个每天呢 最起码分三次 就是早上 中午 晚上 都要向这个父母去请安 所以我们过去呢 如果大家情呢 有的这个孝子讲孝道的话呢 都是这样 早中晚 都要向父母请安 当然呢 他怎么请安 他后来做了王了以后呢 也是这样 仍然坚持这样向父母请安 那么他情愿的时候 他就让这个 到了这个父母的门外 然后他让这个手下的人问 看我今天父母这个身体怎么样 他今天高兴不高兴 然后看父母今天喜欢 想吃什么 然后呢 就吩咐手下的人去给做 然后做好了以后呢 他还要这个端上来以后 他还要亲子尝一尝 看这个烫不烫 凉不凉 或者是味道怎么样 然后呢 让那小这个夫人呢 他把这个饭呢 端给他的父母 所以这个周文王他呢 即使做了签子 他也这样的 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孝敬 所以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周文王呢 这样的一个孝敬呢 当然呢 就呢 起到了一个莫范带头的作用 所以呢 周人呢 在周文王的手里 虽然呢 周呢 当时一开始呢 实际上势力非常弱小 在当时呢 西部呢 只有百里之计 但是呢 因为他呢 在这个家里面呢 孝敬父母 然后呢 同时呢 他做了这个 这个王一后呢 诸佛王 当时诸佛王 他做了王一后呢 也能把这种孝道呢 推广到 治理他这个国家 治理国家 治理他这个诸佛国 他是一位人君 能够呢 以德治国 所以他这个影响就越来越大 其他的一些诸佛国呢 都清到这个周文王呢 这个自己讲孝道呢 还呢 善于养老 当时周文王呢 对他这个诸佛国的 这个国内的这些老人呢 都非常的尊重 这个老人呢 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呢 他亲自 给归 有一些归敬 给这个老年人呢 给这个 送去这个粮食 送去这个肉类 送去这个蔬菜 所以这样呢 就形成了 在这个 周的这个领域呢 就形成了一种 很好的一种 尊老 敬老 养老的风气 那么这种风气呢 就越来越 传遍了千下 就是很多国家人 都知道他呢 说的周文王呢 善于养老 他们呢 这个很多老年人 包括有很多 有才能的人 都愿意 这个归附于周文王 所以周呢 这个基于一开始 基于虽然非常小 但是呢 因为周文王呢 有人心 能够行孝道 然后善于养老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 诸佛国的 这个都归附于他 后来他实际的力量 是越来越强大 当然了 在他手里呢 这个 因为呢 这个势力还不够强大 所以他呢 没有轻举妄动 到他去世以后呢 他的儿子 我们知道 这个周武王 看到这个 时机和桥建成熟了 后来就 发动了 对于这个 阴周王的 这个讨伐的战争 因为当时阴周王呢 也特别的腐败 那么武王伐周呢 其实当时 周文王呢 还去世不久 但是呢 因为周文王呢 已经给他打下了 很好的基础 所以武王伐周的时候呢 一下子就有很多的 这个诸乎国的人呢 都来追随他 而相反呢 这个阴周王那里 原来的这个部队呢 似乎人很多 但是呢 等到两军相遇 这个要打起仗的时候呢 很多呢 都倒戈了 都倒到这个 这个周武王罩了 所以武王呢 很快的就把 阴周王打败了 那么打败了以后呢 我们知道就建立了周朝 建立了周王朝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呢 这个周文王呢 他自己讲孝道 然后以孝治他的这个国家 治理他的这个诸乎国 当时呢 就各方面呢 就治理得很好 所以后来孟子呢 就非常赞同他 认为呢 周文王是行仁政的一个简行 他专门概括为 所谓的文王执政 那么这个文王执政呢 实际上就是想到仁政 而仁政的最基础的 实际上就是 作为这个签子 要行孝道 以孝之签下 但这是其中最基本的 重要的一项内容 那么他的 比如说他的相反的 这个殷周王呢 就是这样 他后来呢 特别的腐败 这个生活呢 很奢侈 很迷恋 很迷烂 所以呢 而且他也很残暴 他也很残暴 不能行仁治 而行的是暴政 所以到后来呢 这个一下子就比这个 武王打败了 那么因为周呢 他这个道德呢 治理国家比较好 而且他积累了这么好的 这个德智的经验 所以这个周王朝建立一户 后来呢 周公上来一户呢 也能够呢 行德政 治理作业 行理治 所以周王朝呢 在我国历史上呢 就维持的时间最长 有八百年的签下 所以这在历史上 这个朝代当中呢 可以说维护的最长 好 那么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一讲我们主要讲了 这个开中明义章 对于孝道的缘起 它的基本的宗旨 和基本的这个理念 我们做了介绍 还有我们讲了金儿章 签子章 对于签子怎么来行孝 我们做了介绍 观众朋友们 这一讲就到这里 下一讲我们再见